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欧盟的这个概念 欧盟怎么来的 它有些什么好处 为什么他们要建立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 欧盟它不是一个一出而就的这么一个结果 它经历了好多年的这个演变 才变成了现在我们熟知的27个欧洲成员国 就是欧盟的27个国家 它跟所谓的深根 所谓的欧元区概念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的最早的历史呢 可以追溯到1952年 那个时候还没有欧盟 1952年当时呢 由法国提出一个概念 法国老大哥提出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想建立一个欧洲的煤钢共同体 就煤钢同盟 因为当时呢 欧洲战后复兴 对吧 大家都急需这个煤炭跟钢铁这些能源 来帮助大家重建啊 帮助大家发展 所以那当时呢 就有六个小伙伴啊 创始成员国啊 可以说是 分别是呢 比利时卢森堡 法国德国 意大利和荷兰啊 注意下这个德国是当时的西德 那么呢 这六个小伙伴呢 就坐在一块 就说行啊 那我们就一块签这个协定吧 1952年巴黎协定签订之后呢 六个小伙伴在能源的交换成本就变得发展的异常的迅速 对吧 因为互相之间可以减少这个关税嘛 并且的话呢 赋予出来的这些东西的话 大家自由交换的话 它是可以有效的提高它的这个利用率的 因为当时这几个国家产煤炭的好像只有德国和法国 剩下几个都比较少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慢慢过了六年 大家就发现说 我们现在这套经济体制玩的不错呀 对吧 减免了税负啊 提高了效率之后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品类扩大一点 你就不再玩这个煤根钢了 对吧 不盯着这两个玩了 我们其他的经济作物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能源产品啊 包括一些商品啊 是不是也可以加入进来呢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1958年 我们就开始签订了一个叫做 罗马条约啊 在意大利签订了 那么这个罗马条约的全称呢 叫做T&D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也就是EEC的这个出席 European Economic Commission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 其实才是欧盟的最少的出席形态啊 就依然是这六个小伙伴 他们现在是作为这个欧盟的这个创始国嘛 那么一直到后来的1973年呢 才开始了第一次的外扩 当时呢吸引了丹麦 阿尔兰英国跟挪威 但是呢挪威呢 12年挪威举行公投 结果呢挪威人民当时否决了 就是我们要保保持我们的中立啊 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啊 不想加入他 剩下的这几个才加入 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时的英国 一开始是没带他玩的 因为当时呢法国还是戴高乐时期 就是一直觉得说英国呢很像这个美国在欧洲的代理人 对吧 甚怕他搞一些什么 这个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些东西啊 影响这个小伙伴一起玩游戏 所以当时呢一直是反对英国加入的 直到后来 后来那个好像是70年还是71年 戴高乐下台了 新的法国总理上来了 哎 就说那就把英国加起来吧 所以的话呢 这是他的第一次外扩 新加了三个国家 81年的时候 希腊加入 注意啊 希腊人民其实很少 很早就想加入了 但是为什么他后很晚才出现在这个名单里面 主要是这个时候他刚刚结束了军政府的统治 我们知道哈 欧洲历史上整个南欧地区就巴尔干半岛地区 一直延伸到希腊 都是常年战火不断的 就那会儿还是南斯阿夫时期呢 对吧 那会儿还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分裂出来这七个国家 所以呢 整个的南巴尔干地区的话 当时其实非常乱的 而且接壤的又是土耳其 土耳其又是一个 处于一个亚非欧中东 很敏感十字路口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呢 他当时呢 独立的比较晚 很后面才加入 86年呢 葡萄牙西班牙终于加入了 注意啊 这国家在打二战的时候 他一直在内战哈 很很奇葩的一个地方 西班牙很多人说二战时期怎么老不见他的身影 不是没有身影哈 佛朗哥政权 那时候是独裁政权 他呢 哎 得益于西班牙内战 整个二战期间 他偏安益 对吧 完全没有遭受过二战的洗礼 这么一个国家 啊 86年的时候加入 95年呢 开始 奥地利 芬兰跟瑞典加入了 直到最后的第五次外扩 就是2004年 终于 欧盟一次性的吸纳了 10个中欧跟南欧的国家 分别是 塞浦路斯 杰克 埃沙尼亚 向埃里拉 托维亚 立陶宛 马尔塔 波兰 斯洛伐克 斯洛伯尼亚 中东欧南欧 一下信了10个进来 那么这10个呢 是以后我们可能会大奖特奖的 因为这些国家都比较好移民啊 就我们常见的几个移民国的名单是在这个上面的 对吧 我们以后说他拿了身份 怎么样去这些其他成员国玩 那么2017年呢加入了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2013年 可罗尼亚啊 就代价子结尾的几个最后通通的加入进来了 但是呢 很可惜的是18还是17年的那次英国公投 把英国给投出去了 对吧 然后呢 现在呢 欧洲共同体里头呢 还是没有英国了 所以呢 现在的欧盟呢 总共是27个成员国 注意啊 它跟29个深耕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现在的话呢 知道都有谁了之后呢 我们要说一下它的概念是什么 1965年合并条约 简称布鲁塞尔条约 那么这个条约的话呢 签订了一个东西 叫做建立欧洲各大共同体统一理事会和统一委员会的条约 这个东西的话呢 把以后他们的总部设立下来 我们不是要有个理事会跟委员会吗 放哪呢 哎 布鲁塞尔签的 干脆就放布鲁塞尔吧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新闻 关于这个欧盟每次有什么重大决议啊 开什么会啊 都是布鲁塞尔对吧 欧盟决议什么什么东西 1975年的时候呢 欧洲理事会成立 1993年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简称欧洲联盟条约 注意啊 这个东西比较大想特想 马斯特里赫特在哪里呢 在荷兰 它是荷兰的一个小镇 那么马约他签订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他签订了所有欧盟任意成员国的一个公民 在其他成员国的境内 享受当地的公民待遇 这个公民待遇包括了上班上学 居住定居 缴纳社保享受这边社会福利等等 所有的这些权利 而这个条约也正式的把欧洲的各个国家 联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版图 怎么理解呢 从那之后啊 我们以前都当他们是各个国家 对不对 有了马约之后 你可以把欧盟看成是一个大中国 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当中的一个省份 比如时有可能是浙江 卢森豹是江苏 德国上海 你就可以这么理解了 有任何一个当地的这个护照 对吧 当地国家护照相对于我们省份的这个什么 护籍 你是可以去其他省份工作的 上学也可以 定居也可以 不会赶你走 所以这个东西对于欧盟来说非常的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说有了其中任何一个欧盟国家的护照 你都等同于同时拿了剩下的26本护照 就是你有任何一本就是26加1 所有这些国家都可以任意地居住定居 去旅行是什么定居 工作上学养老 各种东西都可以了 那么这个东西跟深耕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呢 深耕只是在深耕区内 你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签证 或者合法的或者一个合法的入境证件 你可以免签的进入其他的深耕区 怎么理解 免签 免签像加拿大去美国 加拿大去美国免签的时候呢 是这样的 我一个加拿大人 我想去美国旅游 我不用办签证 我直接过去了 我有90天的旅行时间 90天之内 我游沙玩水干什么都可以 但是注意啊 跟护照最大区别是 你去那边你是不能上学跟上班的哦 你一旦上学上班就要申请单独的学习签证跟工作签证了 对吧 因为你免签只是游客了 你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它跟深耕的概念要区分开来 那么还有人说欧元区 欧元区其实它是另外的一个概念了 就是它的货币单位它是不一样的 对吧 像这里面当年的英国 对吧 加入这么些年 它是没有用这个欧元的 虚亚利到现在 对吧 还在花这个虚亚利福林呢 对吧 然后这些它是不同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要最起码的知道 欧盟它的概念在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欧盟要加入它的话 你有哪些基本的要求 1993年呢 哥本哈根标准被设立 他要求其候选国有稳定的民主制度 尊重人权法治和保护少数族群 并且呢要求坚持市场经济 坚持欧盟的法律原则 以及follow这个common law 就公共法 那么这些东西呢 都是你作为欧盟候选国 就加入申请之前 你第一申请的时候 它对你的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至于后面能不能申请进来 那还要看考核其他的一些标准 你比如说这些年 我们在看到欧盟的候选国里面 有好多个名字一直都在上面 比如说黑山 比如说这个北马其顿 比如说土耳其 这些一直都是在他们的候选人里面 但是他们迟迟就没批复 为什么 对吧 因为你有些地方可能不大符合 刚才我们说的那几条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让你加入了 那从这样子 反观过来呢 你会发现 至少这些国家 它是刚好遵守了刚才那些东西的 比如说法治啊 有稳定的民主制度啊 尊重人权等等 那这些国家的话呢 它都可以做到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近这些年 一直在卖这些地方的身份 对吧 因为他们的身份 比北美来的容易啊 比澳洲容易啊 对吧 花一点点钱 什么都不看 就可以让你过去 生活各方面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才是欧洲最大的一个卖点 那今天的话呢 先讲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